你知道饭店里面炒的芹菜,为什么那么脆嫩入味不塞牙吗? 其实都是有小技巧的。 很多人在家炒芹菜的时候,不是焯水,就是直接下锅炒。 难怪做出来没有饭店的好吃,其实只需要多加一步。 让你炒出来和饭店的一样好吃。 芹菜的选择也很重要,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粗一点的西芹。 它的口感清脆,汁水多,微带一点甜味,而且营养价值也是比较丰富。 吃的时候会塞牙。 然后,把芹菜斜刀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,也可以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 倒入适量的长浆水泡几分钟。 准备一个空碗,往里面放入一把黑木耳, 为一块鲤鸡肉,用刀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, 想让猪肉和土豆一样好切。 可以把猪肉放进冰箱里面冷冻半个小时。 猪肉稍微变硬,这样切的时候就方便多了。 一勺生抽,少许老抽上色。 再来一点葱姜水,可以去除腥味, 最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。 用左手充分地给它抓拌均匀,让肉丝入味。 方法腌制出来的肉丝,吃起来非常的滑嫩,一点都不柴。 放一边腌制十分钟备用。 准备一小块生姜,切成姜末。 大蒜切成蒜片。 小葱切成葱花。 切完装入碗中备用。 五分钟之后,芹菜已经泡好了, 放入另外一个碗中,加入一点食用油。 这样可以保证芹菜的营养不容易流失。 这时,黑木耳也泡好了,将其,充分地给它翻拌均匀。 倒入蒸锅中,盖上盖子,大火。 时间到之后,打开盖子,哇,一股芹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 看一句。 而且,芹菜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脆嫩,营养也不会流失。 锅中留少许底油,放入切好的葱姜蒜末,爆出香味。 再倒入蒸翻炒30秒。 调味加入盐,鸡精,一勺松鲜鲜酱油。 这款酱油,我家用了很多瓶了。 没有任何的添加,都是食材本身的鲜味。 平时用来炒别的鲜。 大火继续翻炒30秒,然后倒入肉丝。 朋友们,我已经连续分享了一千个可和鼓励。 这个视频就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。 点赞支持一下吧,你找到我。 最后从锅边淋入一勺陈醋。 大火翻炒5678下,再倒入提起。 翻炒均匀,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 这样做的芹菜炒肉丝,搭配上大米饭,一次三碗都不够吃。 色香味俱全。 肉丝鲜香滑嫩,芹菜脆嫩爽口。 五星级酒店一份就卖到128。 咱们自己在家做。 更多的芹菜炒9番茄子。 这三碗都不够吃。 不如灭包担放到128个小时店。 我就在调利水平洋风格等让你们感到很重。 不过担调盾对炒 紧至调利水平洋。 不过担调盾. 不是把它的一筹就弄向前迅哟。 看我们很好,我今天看到这个是2个小时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